这个就是求工比的关系 所以在求职者很多工作机会相对没有这么多的时候呢 企业当然就会用比较低的薪资来雇佣人才了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讨论到目前的薪资是在下降 以整个平均来说是在下降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我们看到呢台湾呢在面对失业率方面有一些的企业已经动起来了 但是在台湾的整个社会呢包括台湾当局 他们现在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好其实从这个金融海啸发生以来 其实政府就做了很多措施 包括像什么立即上工计划啦 还有实习生的方案这些 不过在我的看法里 就是当整个很大的不景气 比如说像金融海啸这样子的情况发生的时候 为了要降低失业率 那政府一定会释出一些方法 但是这些方法大部分都是属于非常短期的旧级的方法 因为如果说像金融海啸来的这么又快又猛 事实上他们是没有办法一下子就创造出那些长期的比较好的工作 所以你在过去的几个月你会看到其实所释出的新工作 大部分都是比较短期 而且它可能不是什么样有发展重要的工作 但是我们特别看到说最近因为台湾有所谓的水患水塞 那你就会看到说 再加上说金融海啸现在也已经慢慢的走到末期 那我可以预计就是说未来会去出现的新的工作 会是一个比较长久规划长期 而且比较有实质意义的工作 所以并不是说过去政府所释出的那些短期线工作没有意义 事实上它还是有意义的 因为它可以在当下去解决某些失业的问题 但是在未来政府要释出的工作机会 一定是比较长期规划性 对一个求职者来说也是比较可以发挥有自尊的工作 这个对长久来看是会比较好的一个情形 我们谈到了社会的因素的影响 其实关注贵人方面就是毕业在即 这个毕业就意味着失业 那么这12万名的大学生他们的出路又在哪里呢 好我是觉得说虽然说现在工作不好找 但是如果你去问那些企业老板 企业老板还是会告诉你好的人才 其实他也找不到 所以主要说现在台湾在景气慢慢恢复的时候呢 其实所释出有几种比较重要的职缺 他现在是急着找人的 但是未必找得到 像第一大职缺在1040银行上 你会看到像业务的工作 最近释出的是非常的多 再来就是像科技业的工程研发的职务 操作技术类的职务 以及各行各业的行销类的职务 所以这所释出的工作机会 大概集中在这四种目前所谓的核心职务 也就是最重要的职务 但是为什么大学生他会觉得没有出路呢 因为大学生的就业的方向 跟市场上释出的工作机会 似乎是没有办法对应到的 像台湾有33%的大学毕业生 他都挑选同种职务 这种职务叫做行政总务 也就是说普遍认为是进入门槛比较低的工作 但是这个大学生他忘记了一件事情 就是这些进入门槛比较低的工作 事实上是竞争者最多的工作 可是他们没有去看说市场上